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来示范加密砂网的安装 那今天我准备采用这个 连扣袋来连上去 这样就好了 因为有些人他家里已经有这个砂网了 那但是呢 他并不想破坏原来那个砂窗 只是他的砂网稍微大了一点 那个小一个纹会跑进去 那比较容易的做法 就是用这个胡贴的方式 其实胡贴方式也不错 你要拆下来清洗很容易 那我们开始来示范 首先我这边有一个 已经有这个砂网的一个砂窗 那我们买到一片这个砂网的时候 我们要剪跟他同样大小 稍微小一点点没关系啦 不一定说要剪到非常的精细 就是说稍微小一点也OK 最主要我们要这个黏得住 这个加密砂网在施工非常容易 因为你看我现在在剪的时候 都不会有那种毛边的现象 不会有脱砂啦什么这些情形 有没有很容易剪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稍微跟他剪一下 所以你剪的大小就 就是必须可以覆盖你这个窗框 这样就好了 好 再来我们就拿出这个 这是制年的年扣袋 上面有背胶的 那制年年扣袋的话 它有分两面 一个是钩子那一面 一个是毛的那一面 那原则上我们是把钩子那一面 大家听清楚 钩子那一面 连在这个砂窗上面 那当然有些人 它是连在这个窗户的外框上面 都可以啦 这离星纸把它剥开嘛 那你如果要粘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说 你上面 这个砂窗如果粘久了以后 就可能有一些氧化物啊灰尘 就要把它清洗一下 好 那就把它粘上去好了 那一般来讲啊 我是觉得用这个 2.5公分的就可以了啦 也不用太大片啦 那有一种是2公分的 我觉得稍微小了一点 然后把它压好 那这末端我们就把它剪掉 那我们再来连另外一边 那我们再来连另外一边 我们四个边都要粘哈 我们现在先连两边 再来就是连另外这一侧 好 那你如果买这种 魔鬼粘的话 你要尽量去买那个 黏性比较好的 好 那这个四边都贴上勾面了 好 那我们这个勾面都 粘好之后 我们要来粘毛面了 那我们先把这个 晃上去 我们裁切好的晃上去 好 那另外锤子的这两边也是 这个是因为 我先把这个晃上去 这一边就得到 这个晃上去 这一边也是 好 那另外锤子的这两边也是 好 那另外锤子的这两边也是 好 那另外锤子的这两边也是 好,那我们连好之后 就可以取下来了 好,就长这样子 好,那这个东西 因为沙网跟这个胶在连的时候 不可能连太紧 所以各位 就是说要用这个 针车再把它车过去一遍这样子 车红线再把它车一条 那当然有些人他说他没有针车 那很简单 你就拿定速机来针一下 那定速机的话要怎么针 就是说你把它翻过来 然后这样针 开头是一定要定的嘛 你隔一个距离这样定 也不需要钉太密 太密就是钉太多浪费时间 差不多就好了 好,那我们很快的 就把这个四周都钉好了 好,那各位一定奇怪 为什么我要钉在这一面 这是有原因的 好,因为这个钉子的话 你如果会刺刺的在里面的话 你手摸在上面就不会被刺到 好,这是故意要钉这一项的 好,因为将来的话 我们这个砂窗是 砂网是这样盖上去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把它盖上去 好,这个砂窗是 砂网是这样盖上去的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盖上去 好,这样的话 我们手就不会被那个定书针勾到 好,那将来如果说 这个脏了要拿下来洗 你就是要拉这个 魔鬼毡,你不要拉这个网子 把魔鬼毡这样拉起来 洗好再把它连回去 这样就好了 好,那其实 其实这个方法 不只用在这个 砂窗 因为有某些人 他比如说后阳台 他只有铁窗啊 他并没有窗框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可以把这个 魔鬼毡 勾面的地方 粘在墙壁上 然后 四周连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 整块挂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如果 嫌太大块 你也可以分成好几块来 来把它固定在你的铁窗上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那希望这个 有帮助到各位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